接下来第二关, 选了星期五十四场 法越赛事, 蓝石主场对欧赛尔作客 这场球没开让球 不过我一样会买主客和 客队性的, 欧赛尔性, 2.08 倍 这场球, 为何选客队性呢? 最主要来说, 本身蓝石是一队榜尾球队 这队球, 刚刚踢完的法触杯, 和了一队金刚 90分钟内和 看之前, 主场作客也没运行 当然, 早排来说, 都拿回几张胜利 但这几张胜利, 都是法触杯 对着那些都是低组撇球队 根本这三阵赢球, 就是对着低组撇球队 上场真正拿到6分 就是在联赛上作客奥连斯和主场赢了一队熊星 其实他和熊星都是榜尾 不过现在熊星也是赢了一些反弹 不过, 你说说今场球 本身来说, 我为何会支持欧赛尔主客和客队性呢? 因为我看到欧赛尔根本就是说 在近这几张来说, 差不多可以说 真是上力了 他就出局了, 法联杯、法粥杯 跟着来说, 全部呢 就只有赢球和和球 就没有输过球 这几场球, 还差不多是着火了 反映得到, 这些球队呢 现在来到这个阶段呢 真是风力很强了 也都连胜几仗 今场球, 我相信对着一队 季初也都赢过你的 加上, 讲得不好听 人家就上来的, 你正在浮沉沉沉 我觉得这队蓝射很难撑得下手 你说没有让球 今场球我也是撑这个客队 继续强势 朱克和 欧赛尔的2.08倍 作为第二关选择 好 好 太棒了 好 好了